ONOR 90 5G 和 Realme 11 Pro Plus 5G 到底要如何选择? 这两款手机都在同一天发布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就是天生一对的竞争对手 这两款的定位和价格真的太接近了 网友的纷纷留言到底要如何选择? 你好我是明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对比这两款手机的基本配置 我相信这部影片可能可以帮助你做出正确的选择 有几个重点你们是一定要知道的 尤其是最后一点 我们简单肤浅来看一下这个外观设计 这两款手机都各有特色 其实都是蛮好看的 像是我手上的这款ONOR 90是冰雨蓝的配色 能够展示出羽毛的纹理是很好看的 如果你不要喜欢皮革的设计 就要看看Realme 11 Pro Plus 5G了 不过在厚度重量 ONOR 90就会更加轻薄 它是183克的重量 7.8mm的厚度 而11 Pro Plus的话呢就是189克的重量和8.7mm的厚度 ONOR 90给你单样神器 而Realme 11 Pro Plus呢有双喇叭 我相信这一点呢是大家很在意的 相机方面其实他们的主镜头都有200Mbps 使用一样的sensor 表现基本上不分上下 但是Realme的有OIS 所以拍照没那么容易糊掉 拍视频呢也会更加稳定 但是我测试过ONOR 90的EIS防抖效果也还不错的 Realme的主镜头呢是有sensor zoom的功能 所以呢可以达到无损变焦的效果 超广角镜头呢就是ONOR 90 42Mbps Realme的就是8Mbps 就会输一点点啦 充电方面呢 ONOR 90是给66W的快充 而Realme 11 Pro Plus呢是给100W的快充 肯定是更加快的 这一电池容量的两个都是5000mAh的大电池 我觉得充电速度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很关键的配置 所以它并不会成为我选择它的其中一个重点理由 毕竟66W的快充也是够用了的 除了气方面呢 ONOR 90大载了Snapdragon 7 Gen1 性能表现呢会比Realme的MediaTek Diamond City 7050更加优秀一点 所以我相信呢 ONOR 90玩游戏的表现会更好 屏幕方面 Realme 11 Pro Plus有6.7吋的OMELAD 2160 Plus的PWM DIMING ONOR 90同样也是6.7吋的OMELAD屏幕 但是有3840 Plus PWM DIMING 可以有更低的频闪更加照顾你的眼睛 而且ONOR 90的四曲面屏幕的视节效果呢 我觉得是会比Realme的双曲面屏幕更加有特色 会更加好看 在系统方面呢 ONOR 90是采用了Magic OS 7.1 而Realme C1 Pro Plus是Realme UI 4.0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Magic OS 7.1的 因为用起来会比较像华为的那一套系统 而且生态功能配合其他的设备使用也很不错 Realme UI呢就会比较像OPPO的那一套系统 然后再阉割一点点的感觉 不过我没有实际体验过 所以不能comment太多 ONOR 90卖2099的价格 12GB RAM加512GB ROM的容量 Realme 11 Pro Plus 5G卖1999 一样也是有12GB RAM加512GB ROM 这样子对比下来呢 感觉ONOR 90 256GB的版本 只需要1799 好像比较值得 看完这几个重点呢 你会选择哪一款手机呢 如果你更追求屏幕和处理器的性能 ONOR 90应该会更加适合你 如果你要有比较均衡的配置呢 也许Realme C1 Pro Plus 5G会更好 所以就得要看你可以做哪一方面的取舍 这部影片纯粹是配置上的对比 并没有实际体验过 毕竟Realme感觉没有在我 我没有真机上手过 所以我也分享过到真实的体验给大家 所以记得一定要tagRealme找我 谢谢你们 我是MING 我们下部影片见